暑假到了,孩子们终于可以暂时放下作业,三五成群的到处完了,可孩子们呢,有些地方真的去不得。 最近,五岁男孩彤彤去加速亲戚家中过暑假,亲戚家有两名女孩,大的十三岁,小的八岁,姐弟三的关系非常好。 七月十七日下午,天气一炎热,趁着大人没注意,两个姐姐带着童童去家附近的小河边玩水,因为刚学会游泳,姐妹俩还特意带了泳衣,准备去小河里练习一下,童童因为不会游泳,便没有下水。 过了一会儿,童童发现了两人泳水的险情,受到惊吓后,童童赶紧跑回家去找大人帮忙,可遗憾的是,等到大人将姐妹俩就上岸的时候,两人已没了呼吸,经过紧急救治,人没能挽回两条就小的生命。 溺水,又是溺水,每年夏天,溺水就像一个吃人恶魔,不知夺去了多少孩子的生命,让多少家庭变得支离破碎。 2018年7月17日,湖南易阳市鹤山区,横龙桥镇沧门晚村,三名孩子相约去河里游泳,均不幸溺水身亡。 2018年7月17日,山东整郊州市里叉镇,一名出于男孩和同伴的附近水库游泳,意外溺水身亡。 2018年7月17日,江苏苏先生落马湖壁湖银滩景区,一名18岁男孩,不幸在仁宫湖区溺亡。 2018年7月15日,重庆江北区石马河游在悠加小区,一名6岁孩子在游泳池潜水区溺水身亡。 孩子出事时,安全员和孩子的母亲都没有及时发现异常。 2018年7月14日,广西南丹县,四名孩子结伴去水塘玩水,两人不幸溺亡。 接二连三的孩子溺亡事件,一次又一次的触通所有人的神经。 警钟为谁而名?警钟为所有人而名。 家长们呢? 正值暑假,请一定要看好你的孩子,反复提醒他不要去夜外玩水。 孩子们呢?请一定要记住,水里真的很危险。 真爱生命,不去野外吸水。 预防溺水,防止悲剧,生命真不是开玩笑。 下面这些放溺水安全知识,请家长一定要和孩子一起学习。 另外,很多家长觉得,只要不让孩子去夜外玩水,带孩子去游泳馆游游,就不会有危险了吧。 事实果真如此吗? 2018年7月14日,杭州城西亚十月游泳池,一名八岁女孩在游泳水区往深水区去的时候,不幸发生溺水。 事发时,由于游泳池内人数过多,孩子父母和救生员都没有第一时间发现险情。 后来游泳池里一位女士把女孩救到岸边,并进行了现场急救。 截至昨天下午,女孩仍在送证件护士救治。 不过情况还算平稳,带孩子在游泳池游泳,也并不是百分百安全的。 家长们切莫掉以轻心,孩子游泳时,一定要时刻盯着,以免发生意外。 若发现孩子出现异常情况,应立即让孩子停止游泳,上岸休息。 游泳结束后,也不可大意。 如果孩子出现呼吸困难,湿水,紧缆等症状,要及时松网,防止出现干性溺水。 预防溺水,可不容缓,让我们一起保护孩子远离溺水。 陪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